世界球後戴姿穎 在亞運個人賽首度亮相 女單16強碰上香港一姐張燕儀 雙方前五次小手小戴都取得勝利 這次更是秋風扫落葉 只花了27分鐘 就與21比9 21比14 收下勝利 晉級8強 今天其實下去打的時候 可能算小陌生吧 因為畢竟休息了很多天 然後中間其實就都是在訓練比較多 所以今天下去打的時候 其實就算是重新的去 再適應一次場地吧 16強雖然贏得輕鬆 不過戴姿穎還是針對風向 不斷做調整 從團體賽到今天的個人賽 都是在最左右兩次比賽 還沒機會適應一二場地 另外就是要減少失誤 就是把自己準備充足一點吧 因為我覺得會輸會贏 大多數影響應該都是我 我自己發揮的好不好 我想壓力是每個選手都會面對的課題 那我們能做就是盡量去調適自己 把自己放低 然後就當作是我們去衝擊其他的對手 這樣子 接下來的比賽常常關鍵 對手也更加強勁 不過不管是跟誰對打 戴姿穎認為最大敵人還是自己 會盡力發揮出自己的最佳實力 亞運聯合採訪團 雅加達採訪報導